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怎么能把他偷出来呀 是 当时橘子生完孩子 周嫂就抱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看的时候后让就着火了 我们都去救火了 你爹 就这时候你爹就把两个孩子给换了 那这么说 那橘子的孩子是锁头 元宝是我爹和凤娇的儿子 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那元宝咋这么缺德呢 没干过一件好事 你说我爹那人 凤娇那人 真是没个好根 出不了好瞄啊 娘 你也是的 他们写契约就让他写 你不认手印 那他们不是白写吗 我敢不问吗 你怕他们什么呀 你说这个元宝啊 他连他亲娘都能杀了我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不问他 那他一千万我给绷了 你说你啊 这一辈子非得要个传宗接代的种 这元宝就你们打小给惯的 要什么给什么 要你的眼珠子 我看你都能给了 这养大好了 养出个恶魔来了 完了 完了 咱们贺家几辈子攒下的家产 就这样都给外姓人了 我爹他姓什么来着 李贱姓吴 我 我对不起祖宗啊 我对不起你 姓姓 行了 行了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娘 你就没撕咱点家底 就都给他们了 我咱了 真的 我能那么死心眼吗 我咱的金条 还有元宝 还有一堆手势 孩子 趁这老东西不在家 你赶紧把他拿你那儿藏着去吧 娘 还是你对我好 也算娘啊 给你留下一点家产 可这 这大白天的 我怎么拿回去啊 这 晚上 晚上 晚上元宝和 和 和玉叶 两人不是要 原房啊 对对对 这时候你赶紧把他拉走 好 好 那我晚上来 那娘 我走了 你走吧 我晚上来 我真走了 我真走了 走吧 别哭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写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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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写不写 好 姓陆我的人 你睁开眼睛看看 看看 我就不相信 你的肚皮 树皮的 烫着就不疼 大金阳 除非老天睁眼 一个雷把你们吸死在我根底 你 我就信 那你就 遭罪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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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儿,你得说心里话 这从小到大 虽然说你不是我亲生的 我对你不错吧 我没说你对我不好 我是说你对别人不好 我对谁不好了 都是你那个爹 大金牙 行,大金牙 都是那个大金牙 他人性不好,坏事干绝了 我是跟他沾了包 你说我这辈子 我干过什么坏事 我是杀过人了,还是放过火了 还是欺负老百姓了 反正你当了大金牙的媳妇 就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好人 可是我爹我娘 非得把我嫁给那个大金牙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这女人就得认命 我这辈子,我这辈子就这命了 你也不是没看出来 你说大金牙对我怎么样 这高兴了还好 不高兴啊,不是打就是骂 再不就是不理我 你说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容易吗 那你还劝我嫁给袁宝 这不就是命吗 你以为我让你嫁给袁宝 我心里乐意啊 可现在这个阵势 你不是没看出来 你要是不嫁给他 那行吗 你要是不嫁给他 他就得弄死你 再说了 这女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呢 吃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 这一辈子就该知足了 这些东西啊 袁宝还是能给你的 行了 别再劝我了 不管怎么说 你养育我一回 我是该感谢你的 我刚刚听你那么一说 我也觉得你不坏 我认你这个娘 玉燕啊 你总算说了一句 让娘心里好受的话 娘 以前 我是因为看不惯大金牙 也说了不少伤你的话 也说了不少伤你的话 都是女儿的错 你别怪我 今天晚上 袁宝要跟我远方 你要我实话告诉你 我死了都不会从她的 可是玉燕啊 你这能躲得过去吗 娘 以前 大金牙不是给过你一把小手枪吗 你能不能把它给我 你想干什么呀 娘 你就别管了 你要是 想让我这个女儿认你为娘 你要是真心对我好 那你就把那把手枪给我 玉燕 你这不是找死吗 我反正是一死 如果你不把手枪给我 我现在就死 我不是吓唬你 我还是那句话 我死了都不会从原保的 玉燕 你可别在娘跟前寻短接呀 这样会把娘吓死的呀 玉燕 那你就把手枪给我 你 这 行 娘 娘给你去拿 你千万别乱动啊 团长 这一个人喝闷酒了 这基本是原保和玉燕联房 你应该去喝喜酒啊 我不去 你儿子结婚 这大喜事得去喝喜酒啊 废什么话 该干啥干啥去 好 该干啥 该下去 这样的风快 汤 你们看着是什么 有什么 它有来着 你干的 吗 我现在把它刷成 怎么还穿上这套衣服呢 没事 你穿什么我都喜欢看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穿 我一直都不明白 你说锁头那个穷货 要钱没钱 要本事没本事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他呢 你想知道吗 当然 娘 你放心 这个东西肯定会保存好 这儿啊 肯定会保存好 这是咱娘俩后半辈子的活命前呢 你放心吧 你 娘娘 这儿不快点 快上去 慢点 娘我走了 人分两种人 一种人是活在这个世上 从不想着算计别人 谋害别人 也从不想着把别人的财富占为己有 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活得穷 活得富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活得很踏实 而且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 尤其是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候 他们能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 这就是锁头 而另一种人 一肚子歪门邪道 总想不劳而活 千方百计想把别人的财富占为己有 见到有权势的人 就阿谀奉承 溜须拍马 就恨不得像狗一样摇着尾巴 可遇到普通的百姓 就恨不得骑在人头上耀武扬威 为了自己一条荣华富贵 都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人 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种人就是你 你说 我能不去喜欢锁头而喜欢你吗 如果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人能喜欢你的话 那你们就是臭味相同 说得好 你就是把锁头说成圣人了 把我说成粪钢 今晚 你也得凹在我这个粪钢里 说也说完了 自己脱吧 省得我动手 大家都尴尬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 我去打死你 是真强吗 那你就试试 何元宝 自日本侵华以来 你最大恶极 你双手斩满了人民的鲜血 我今天 我代表正义的力量 我出绝你 我出绝你 开枪 我告诉你 这枪他就打不响 给你枪的人 他就不想把我打死 知道吗 他怕你把我打死以后 你也活不了 我本来就没想活 宇悦 这么多年了 我想你想都快疯了 我 特别是你跟索都好的 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难受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来吧 我等了这么多年 我今天晚上 我脚生疯了你 我活剥了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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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喊大点声 放开我 放开我 徐玉依 我想了这么多年了 徐玉依 放开 放开 我 放开 我 让我的小肉依 来吧 放开 我 来吧 徐玉依 放开 我 朱大叔 快走 朱大叔 快走 朱大叔 谢谢你 孩子 咱是一家人哪 走走走 这边看看 这边 玉依 快走 他们来抓你来了 快走 不 我不能走 你呀 你听话 你快走 爹 快走 快走 朱大叔 月儿呢 月儿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回去跟我们见猪团长 猪团长 我还见驴团长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啊 我是猪宝虎的哥 我告诉你 你们谁敢胡来 我让他扒了你们的皮 抓去 我 我看你们敢抓 我看你对 我看你谁敢在乎 我看你们在 在 鬼 把他扔到地上里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这件事谁要敢告诉 珠宝虎 我杀了全家 停了 停了 扔到地上里去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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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禽兽 他们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菊子 你说得对 他们都是禽兽 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老天爷真是不够 他怎么能让你这么好的人造这么大的罪啊 菊子 别哭了 这个账不能记得老天爷投上 是国民党反动摆 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 老陆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恨得坚持住吗 你放心 我一定坚持得住 坚持到革命胜利那一天 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要坚持住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身边没什么好人 直到遇到你 我才觉得有了希望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你到镇上 教孩子们上学 带着大火抗日 搞吐开 你不愁也不喝酒 不刷钱 不搞女人 你知道吗 你是我见过最干净的男人 有时候我都在想 这么多年了 你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 你知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恐惧在里面 自个人事 我也想过 我年轻的时候 学弟只勘探 那个时候的梦想 就是在全国各地找矿 找好多好多的矿 咱们的国家 就富强了 可是后来日本人来了 我的梦想破灭了 后来我参加了易永军 易永军也被打散了 我的老婆孩子 也被日本人杀了 有的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我的命不好 后来我明白了 不是 如果我们国家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是一个没有内忧外患的国家 我的命运怎么会是这样 那么多跟我一样的中国人 他们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就要去做一件事 一件很大的事 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而是千千万万的人 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奋斗着 在这中间 很多人牺牲了 可是那些活着的人 他们前赴后继 继续奋斗着 这是一种信仰 一种责任 有了它 就明白活着的意义 就算我现在牺牲了 见不到国家的富强 和民族的复兴 我不后悔 因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为我的生命 感到自豪 老龙 老龙 我听懂了 我听懂你的话了 菊子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活下去 我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在一起 永远都在一起 你 我一定活着 我们都要活着 一辈子在一起 永远都在一起 你 老板 来碗茶 朱部长 我已经打了明白了 陆书记和你干粮局都还活着 就关在警察局的大老脸 于夜呢 于夜昨天晚上就逃出去了 怎么逃出去了 被你爹救的 可你爹在救他们的时候 得咋的 让保安团给杀了 师弟在那 他现在还不知道 一定要救出陆世纪 我跟着 就咱俩 能行吗 行 放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咱家家的家家 都给金植了 你赶紧给我摇回来 摇回来 我给他什么了 你看见了 你甭管我看不不看见 我知道你给他了 去 去 要回来 可不能啊 我跟你过了一辈子 我真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这么阴损的小人 你要要你自己要去 废话 我要他能给吗 不给就对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给我要回来 我饶不了你 我看你怎么饶不了我 怎么饶不了我 我就想看看你饶不了我怎么的 你还能把我剁了 你给我叫好是不是 老疯婆子 你看这两个大鱼球们 我把脑筋给你砸了 我给脑筋给你砸出来的 后能 你砸 你今天要不砸 你就不是你爹娘的 砸 我砸 你给我砸 你砸 你砸呀你 你们俩干什么呢 你这老东西你说 宝宝你听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不是吃饭吗 这老东西趁乱的时候 把咱家多年宰下的金条啊 首饰啊 全给金字了 全都给金字了 我让他去要他不要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有这事儿吗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老刁婆子 这事儿怎么跟我没关系 我爹已经把这院家产 全传给我了 对对对 都给你 这院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都是属于我贺源宝 谁要是想从这儿 拿出东西去 那就不行 我搬了 怎么的 你还敢枪毙我呀 就像你枪毙你亲娘 凤娇那样 那你来吧 你今天要不打死我 你就不是你爹的种 跟我叫号 叫什么号 你再拿我去 你别回去 你别回去 你别理这个老疯婆子 我跟你说 你搭了他没用 我告诉你 这些金人手势都在金人家的 我去要他不给我 你去 他不敢不给你 你去要 在他那儿 对 都给你 得嘞 你给我回来 喝点盲 你给我回来 你干什么 你给我回来 我告诉你 我婆婆 你给我听了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你要能迈出这个门 我都不信赫 你本来就不信赫 对呀 我本来就不信赫 别动 别动 朋友 你们是哪条道儿的 我是给你挖坟的 锁头 贺月妹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敢窝窝乱叫他 现在就毙了 我不走 我不走 你想让我干什么 走 去你办公室 喂 监狱吗 我是贺台派员 找一些大金雅 你把陆子峰和橘子送过这儿来 我要审他们一下 我让你送过来就送过来 我这么说行吗 你敢不这么说 后院把我告诉你 我今天这么过来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只要你才出现任何情况 我随时崩了你 我信 你们共产党个个都恨死我了 谁见了不想杀了我 我手法算数 只要你配合我 救出陆氏去和我干娘 我一定放你一条狗命 好 苏老 我配合你 起来 快点 车 我们赫特派要审击你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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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特派人员 人站着 快去 进来 你们两个出去 是 是 是 锁头 锁头 干娘 陆老师 能走吗 能行 好 我在原带户头 准备了一辆马车 马上出发 好 合员宝 未来安全期间 我还要再采取点措施 拿着 盖打开 把键拿出来 快点 千万别动 好 我不动 我不动 走 前面带路 锁头 锁头 咱们转移出去的桶子怎么样了 桥局长怎么样了 基本都转移了 桥局长伤势重击 都更没大碍 锁头 你胆子也太大了 只待一个人就敢来救我们 县委本来派 我是先侦查一下 到怕敌人对你们下毒手 我就想着这个办法 先救你出来 锁头 你这手榴弹闲 别老那么辣的 这一颠一颠回头再炸 你放心 手榴弹是假的 我扔到车败都没啥 走 想了吗 锁头 锁头 你说话得讲信用 我现在把他们放开 你也把我放开 我说话一定算数 但是现在先不能放开 再过失礼地 我一定放了 还走失礼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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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元宝 你可是死有余辜 我告诉你 你敢乱动 谁枪打死你 我不乱动 我不乱动 我配合你 我一定配合你 别开枪 我以前杀过猪啊 有的猪挨了一刀还能跑三圈 结果呢 还是一命乌辜 好啊 大金牙 你看清楚 这可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敢乱来 我先一枪崩了他 贺元宝的命也太值钱了吧 他一条命换你们四条命 我看值啊 大金牙 你王八蛋 你想让我死啊 元宝 他们不敢开枪 他们要打死你 他们一个跑不了 大金牙 既然我跑不了 我就真开枪了 大金牙 你快点把路让开 快点 元宝啊 你打的怎么那么小啊 我不是告诉你吗 他们在吓唬你 他们根本就不敢开枪 看我像吓唬你吗 我告诉你 我输五下 再不让开 我就崩了他 别别别 别动 一 二 三 四 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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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给我抓住 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许动 让他们走 谁敢动他们一下 我他妈活巴了他的皮 撤 撤 撤 走 驾 驾 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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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枪 面对决决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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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